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的期望 肩负着诸多重大使命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解决全球性难题和挑战 需要联合国广大会员国携手努力 联合国要抓住和平与发展的主题 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 讲公道话办公道事 联合思维已经过时 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合中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 在这方面联合国应该有所作为 习近平强调 中国确立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为未来国家发展绘制的宏伟蓝图 中国需要联合国 联合国也需要中国 中国重视联合国 将坚定的支持联合国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这不仅是权力 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中国有这个担当 中国将继续大力推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支持联合国推进千年发展目标 愿同各方一道努力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 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 做出更大贡献 潘基文祝贺神舟十号发射成功 祝愿中国人民成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表示 中国梦的实现必将对联合国及国际社会产生深远和积极影响 潘基文表示 联合国高度赞赏中国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为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可持续发展 做出了重大贡献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以及诸多地区和全球性问题和挑战 联合国需要中国发挥更大作用 双方还就叙利亚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阐述了中方原则立场 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座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南外广场举行仪式 欢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主席张进创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 国务委员杨洁篪 全国政协副主席马彪等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张进创主席访华的有副总理 外交部部长等 军乐队奏乐中两国国歌 鸣笔炮二十一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洁篪 军乐队奏乐中 最后张静创主席在习近平主席陪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一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一仗队分裂式 张静创适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博士访问的 这是张静创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访华